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友 今天呢我要來教你們怎麼下載地圖 那我們就開始吧 開啟你的Google 在上面搜尋 minecraft地圖 搜尋完畢之後 點第一個 這樣就會跑到這個界面 然後我就 假裝我要這個 就隨便點進去 找到它的窄點 在這裡 它的第一種畫面呢 長這個樣子 下載就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下載了 第二種畫面呢 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就點擊這個藍色的按鈕 下載 欸綠色 不是藍色 然後就等它跑 跑完之後 然後在你的左下角 就會出現一個 東西 喔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檔案 第三種畫面呢 就很熟悉了 就是像這個 就點藍色按鈕 就可以下載 也是一樣會跑出這個東西 也是一樣會跑出這個東西 第四種畫面 就是長這個樣子 插插關掉 下載就在這裡 然後點直接下載 也是一樣會出現這個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在你的這裡搜尋 跟上一集一樣 的那個什麼 APPDATA的那個 就會出現這個 然後 把這個Minecraft 一定要開啟 不然就不會有這個 Minecraft的這個資料夾 點到這個 點到這個 這裡就是你Minecraft 地圖的東西 或是你自己 創建新事件 接著在這裡 點右鍵 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的下載 就會看到你剛剛 下載的地圖就在這裡 這個時候呢 點右鍵 開啟檔案的 Windows 檔案總管 就會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你剛剛 下載的東西 這個時候把我們 剛剛Minecraft 自己創世界的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它拉進來 這裡 就等它跑 這樣它到你的地圖 資料夾裡面 就代表你下載完成了 點進去 就會看到 你剛剛下載的地圖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